地藏菩萨所有功德凝聚的神咒 很短,但能量无穷 人只要念一遍,就永远不会堕入恶道 地藏王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缘分身 念诵地藏王菩萨心咒功德广大不可思议 念诵地藏王菩萨心咒 贵在坚持,专一,心诚则灵 受持者能出苦海 正念聚诸佛龙天拥护 事事吉祥如意 念诵一百零八遍为仪,多多益善 由于地藏菩萨悲愿红身 所以他的功德不可思议 《十轮经》卷议说 诸大菩萨所,于万劫中,至心归一 称明念诵,礼拜供养求诸所愿 不如有人于一时请,至心归一 愿以此功德 回向给无量事和今事有意 无意所杀,所害,所食,所侮辱,所打骂 及一切遗弃的有 原众生和未得出离的累生 累世,累劫以来过去父母 男女弟妹,夫妻眷属 逝去的亲,人即被堕掉的胎儿 其请纳摩大愿地藏王菩萨 慈悲作主超拔他们 愿他们业障消除 离苦得乐往生,净土 或可以投生人道,善道 永不再多鬼道,恶道 《十轮经》卷议说 诸大菩萨所,于万劫中 至心归一,称明念诵 礼拜供养求诸所愿 不如有人于一时请 至心归一,称明念诵 礼拜供养地藏菩萨 求诸所愿,惜得满足 如如一宝,亦如福藏 经上又说 若至成归一文书 弥勒等诸大菩萨 称其名号 礼拜供养,求己所愿 如求健康,求财富 求断烦恼等 于一百节中 求诸大菩萨 还不如有人 于一顿饭间 至心归一地藏菩萨 称明念诵菩萨名号 虔诚敬礼地藏菩萨的功德大 若有所求 皆得圆满达到愿望 释迦佛也曾赞叹 地藏菩萨的功德说 如文是菩萨名字 或赞叹,或瞻礼 或称名或供养 乃至彩画刻露素期形象 是人当的百返生于三十三天 永不堕恶道 见本愿经上 超越三十节罪 升天不堕恶道 不受女身 受身尊贵端言 鬼神护卫 若人临命忠实 闻地藏菩萨名义生 立耳根者 使诸众生 永不利三恶道苦 见本愿经 地藏菩萨 为什么能具有不可思议功德 战查经说 地藏菩萨发心以来 过无量 无边 不可思议 阿僧其节 久已能度 萨婆若海 功德满足 但一本愿 自在利固 全巧 现化 影影十方 萨婆若 即一切智 佛的智慧 萨婆若海 形容佛的大觉悟 大智慧 如海洋一样的深广 此说 地藏菩萨于 无量无边节修行 早已达到了 佛的智慧海 功德圆满俱足 早应成佛了 但菩萨发愿 要度尽一切众生 故隐其真实功德 以本愿力 自在神通 到处现身说法 普度众生 《龙家经》也说 有大悲菩萨 永不成佛 是说菩萨以大悲愿力 发愿救度一切众生 虽然功德智慧与佛奇等 而不限佛身 始终限菩萨身 于十方世界 修行度托众生 此外 据佛经记载 地藏菩萨在过去世中 曾经几度救出 自己在地狱受苦的母亲 并在九远节以来 就不断发愿 要救度一切罪苦众生 尤其是地狱众生 所以这位菩萨同时以 大孝和大愿的得业 被佛教广为洪传 也因此被普遍尊称为 大愿地藏王菩萨 并且成为了汉传佛教的 四大菩萨之一 总之如果我们能够持续 一段时间念地藏经 其实就能消我们的业障 使我们一切顺利 全家快乐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下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一、念一字罪业即可消失 在南宋的时候 有一个宰相名秦桧 这个秦桧本来也有一点善根 所以今生很聪明的 并且在当时的考试 得到第一名 中了状元 但是他做官之后 度贤技能 就造了很多罪业 尤其是对于岳飞 他造的罪业很重 但地藏王菩萨 因为和他很有缘 就想来度他 我到他那儿 只要他能念一个佛字 我就可以赦免他一切的罪业 于是地藏王菩萨 就化身一个比丘 来见秦桧 当时秦桧正有势力 还正在做宰相 看见和尚来了 也就招呼这个和尚 和他谈话 这个和尚劝他说 你应该念念佛呀 你这么高的地位 秦桧就说 那何必念呢 他根本连一个佛字 也不说 地藏王菩萨 就是想叫他说 一个佛字 就可以把他 所有造的罪业 都赦免了 可是他就不念 这时地藏王菩萨 就显了神通 显什么神通 用他的扶尘 扶尘 就是我们四十二手的白扶手 而出家人带着这个东西 是预备感蚊虫的 地藏王菩萨 就用扶尘这么一扶 秦桧身不由己 就跪了下来 想要起身 也起不来 于是地藏王菩萨 就把手伸出来 说 你看看 我手写的是个什么字 地藏王菩萨的手上 就写一个佛字 只要秦桧说 那个字是佛 这就把他的罪业 也都没有了 秦桧看了之后 就大篇的理论讲起来 我从小就读书 中秀才 中举人 得进士 然后又中第一名的状元 现在所有各个地方的文件来 都先要经过我审阅 然后才能决定怎么处理 如果我连这一个字都不认识 那我当什么宰相呢 这个字我是认识 但是我就不给你念 地藏王菩萨一看 哦 这真是业障深重 我真的没有办法度你了 菩萨就走了 结果秦桧就堕落地狱去了 二 秦桧前生乃厌荡山僧 而秦桧与地藏王菩萨的缘分 是这样的 印光大师说在前生 他也是大修行人 只是在平常的时候 看到他附近乡间那个 依锦荣归考中 济世的那个人回来 看到这种排场 心中就动了一个念头 如果能这样 一愿足矣 他就起了这样一个世俗的贪恋心 下一生就来做大宰相 而当时秦桧身为燕荡僧 这个就是地藏菩萨道场之相登师 燕荡僧一生参禅功德 报为宰相身 享尽荣华富贵 哪知身居权贵后 却陷害忠良 造成国家民族不可弥补的损害 为后世所唾弃咒骂 民间有油炸贵 正表句为人所不耻 正所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而秦桧虽然有着善根 由于种下恶因 终究还是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而地藏王菩萨还是想要去度他 可见我佛慈悲 而秦桧仅仅连一个佛都无法说出来 可见身上已经堆积了太多的业障 以至于最后都无法通过念佛 去忏悔自己的罪业 同时我们通过这件事来看念佛 也不是那么容易 总之如果不在平日里 就开始念佛 养成习惯 那等到临命中的时候 就想不起来念佛了 由此看来 如果还能够念经就说明 有着忏悔之心 可以获得解脱 但是如果什么都不做 最后只会面临 像秦桧一样的命运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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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辑 打赞 辑